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可以将算法编写成程序提交给计算机执行 从而迅速解决问题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 知道了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四个阶段 那么什么是算法 一个正确的算法有哪些特点呢 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吧 第二课 算法及其特点 本节课我们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 什么是算法 二 算法的特点有哪些 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算法 算法是从数学的演算发展而来 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 欧基里德发明了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的计算方法 我国古代也有称为数的算法 最早出现在周壁算经和九章算术 周壁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 它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是介绍了勾股定力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 九章算术总结了战国 秦 汉时期的数学成就 收有两百多个与生产生活实践有联系的应用问题 其中 每道题有问 题目 答 答案 数 解题的步骤组成 事实上 算法不仅仅用于解决数学计算问题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也需要结合算法来解决 比如 上节课中描述的计快递 换墨水 小雅完成猜价格游戏的步骤 这些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处理方法和步骤也称为算法 同学们 你们还能列举一些生活中的算法吗? 老师 我每天起床出门上学 要先穿衣洗漱 然后吃早饭 再拿上书包出门坐车上学 这也是算法吧? 对的 这就是小月同学你每天出门的算法 当然 这个算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有变化吗? 对 如果下雨 那我在出门前要加上拿伞这个步骤 对的 生活中还有其他算法吗? 老师 乐谱 六步洗手法的步骤也都是算法 原来 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算法啊 是的 算法就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同学们发现了生活中的许多算法 这些算法的执行者往往是人 人们按照算法中的步骤逐步执行 最终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当数据量大 人工处理效率低时 我们需要借助计算机解决问题 虽然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强大 但它只会执行命令 所以需要人事先设计好算法 再通过计算机语言设计成程序 让计算机执行 最后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在生活中 会用到软件帮助我们找到出发地和目的地的导航路线 这里就需要有算法的帮助和支持 寻找最方便的路线 人工智能机器人 虽然看似能与人进行一些有意义的交谈 实际上 这些交谈的内容并不是他们独立思考的结果 而是根据事先设计好的算法算出来的 如果没有了算法 计算机就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提出的问题 原来算法这么重要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算法 也明确了算法的重要性 那么算法的特点有哪些呢 算法作为能确实解决某个问题的方法 一般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1. 有穷性 2. 确定性 3. 可行性 4. 有零个或多个数据输入 5. 至少有一个数据输出 第一个特点是有穷性 一个算法必须保证它的执行步骤是有限的 即无论算法多么复杂 它都是能够终止的 比如计快递 换墨水 都可以在有限的步骤内结束 有些算法有重复执行的步骤 要注意 这些重复的步骤不能无限重复 也要能够终止 在猜价格中 虽然小达第一次猜错时步骤没有结束 需要重新执行步骤一 但是根据小达每次修正的价格数 程序总能结束 其次 有穷性也包括算法能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全部操作 所谓合理 取决于实际情况 如换墨水 应该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结束 第二个特点是确定性 算法中的每个步骤有确切的含义 每一步是什么都必须明确 而不应当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 猜价格算法的计算机执行的步骤 是从小雅的操作步骤演变而来 其中 有一些语句如果让计算机执行可能会产生问题 如步骤二中 要让计算机完成比较 需要有两个数 一个是价格猜数 这个数已经在步骤一中由用户输入获得 另一个是实际价格数 这在步骤一中没有提及 因此 我们就说这里的实际价格数是一个不确定的数 因为计算机对实际价格数不明确会报错 对的 我在和小达玩猜价格游戏的时候 其实我是知道实际价格数的 老师 那么上节课 我和计算机进行猜价格游戏的时候 您是做了修改吗 对的 我增加了设定实际价格数 这个步骤 你们说说看 这个步骤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呢 只要在步骤二之前应该都可以吧 老师 因为根据步骤三的描述 猜错要从步骤一 重复 如果设定实际价格数放在步骤一 之后 那么这个设定的步骤也要重复执行了 而事实上 这不只需执行一次就可以了 因此我觉得应该放在步骤一 之前 小雅回答得非常完整 用计算机解决问题 需要把每一个步骤都写得很详细 往往解决一个问题的算法 需要我们多次调试 多次修改 希望同学们在算法的学习中 养成不断修改和优化算法的习惯 第三个特点是可行性 由于算法是程序设计的 因此算法的每一步 都要能够被计算机理解和执行 算法中的每一个步骤 都要是能够实际做到的 而且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比如 求X的算数平方根 就要保证X是不小于0的数 老师 数学中分数的分母不能为0 那么 是不是我在设计算法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 小达说得很对 老师 那如果我在设计算法的时候 没考虑这么仔细 调试运行时 计算机会是什么情况呢 在设计算法时 如果一时没考虑周全 比如 当设计算机运算除数为0的式子时 在调试运行阶段 计算机会提示错误 这时 你可以根据报错信息 再进行修改和调试 第四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 是算法可以有0个或多个数据输入 所谓输入 就是算法在执行时 要从外界获得数据 其目的是为算法建立某些初始状态 比如 猜价格问题中步骤二 计算机获得对方猜的价格数 需要外界不断给予猜的价格数 才能正常运行 如果建立初始状态 所需的数据 已经包含在算法中了 那就不需要输入数据了 比如 猜价格问题的步骤一 是在算法中设定的 程序执行时 不需要外界输入实际价格数 第五个特点 是算法至少有一个数据输出 算法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问题的结果 应以一定的方式输出 告诉外界问题求解的结果 比如 猜价格问题中 不管是大于 小于 还是等于 哪种情况都有输出 老师 我有一个疑问 如果我设计算法 请计算机判断三条边长 是否能组成三角形 会有两种情况 情况一 是这三条边能组成三角形 情况二 是这三条边不能组成三角形 那么如果是情况二 还是要输出吗 我觉得既然不能组成三角形 那就不用输出了呀 我觉得还是要输出的 只是这种情况下可以输出 不能组成三角形 小达说得很对 算法是为了解决问题 而解决的问题 有时候有一个结果 有时候有多个结果 也有时候是没有结果 不论哪种情况 都需要让等待结果的人知道 结果究竟如何 老师 我有一个疑问 猜价格问题的步骤三中 有一个词 比较 我知道在猜价格中 比较是指是否相等 比大小等这类比较 但是对计算机来说 这个词是明确可行的吗 小雅问得非常好 那么 如何让计算机理解 这个问题中的比较呢 同学们 你们能修改这个算法吗 有一位同学 把比较这个词 用具体的符号 完善了算法 你们能填写 其中缺失的语句吗 步骤三中的空格 根据后面的回答 如果小雅猜小了 可以填写 猜的价格数 小于实际价格数 同样道理 步骤四中 应该填写 如果猜的价格数 大于实际价格数 那么 步骤五 因为是猜对的情况 应该是转到步骤六 游戏结束 小达和小雅回答得很好 这样一来 猜价格这个算法的步骤 越来越明确可操作了 老师 我觉得还可以再修改 因为我仔细回忆思考了一下 发觉我在和小达猜价格时 其实 我是先判断小达的猜数有没有猜对 如果猜对了 就不需要再做大于和小于的比较了 直接结束 没猜对 再对两个数进行比大小的比较 因此 步骤五应该放在步骤三和步骤四之前 很好 这样似乎让计算机的算法 更靠近人脑的思维了 你们太棒了 猜价格算法 在不断的修改和优化下 越来越完整 也越来越符合计算机的操作步骤 其实 在算法中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字母 来表示特定的含义 比如 可以用字母S 表示实际价格数 C 表示对方猜的价格数 在上节课中 小雅把墨水快递给了小达 接下来 我们来尝试设计一个 用计算机解决快递费计算问题的算法 输入物品的重量 得到快递费 猜快递在上海地区计费规则如下 手重1000克 包括1000克 收费12元 超过1000克的部分 每1000克 收费2元 按照计算机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 我们先分析问题 这个问题 需要求解的目标是什么 也就是输出是什么 根据问题描述 求解的是快递费 所以 最终输出的是 计算好的快递费 我用字母P表示快递费 我用字母P表示快递费 那么 要计算快递费 需要哪些已知条件 快递费 是以物品重量为计费依据 问题描述中 要求输入物品的重量 所以 需要有输入物品重量的步骤 重量用字母P表示 很好 有了输入的物品重量 知道要输出的是快递费 处理过程 就是根据计费规则 计算快递费P 现在 请同学们尝试写一写算法步骤 要注意算法的五个特点 老师分析问题后 我明确了要计算机做什么 所以我设计了三个步骤 步骤一 输入重量解决这道问题的输入 步骤三 是输出快递费 是解决问题后 告知答案 步骤二 是由重量计算快递费 根据计费规则 大于一千克才增加费用 所以我把重量减一以后 再乘以二 重量为一的时候 快递费就是十二 小月按你的步骤 小月按你的步骤 如果重量小于一千克 快递费就不足十二元 和实际不符 小雅说得对 那么怎么修改呢 老师 我认为应该增加一个判断 如果重量小于等于一千克 快递费为十二元 然后转到步骤四输出 如果重量大于一千克 快递费为十二 加上重量 减去一的直乘以二 然后输出 这样把两种情况都设定了相应的处理 更加准确 小雅补充得很好 完善了快递费问题的算法步骤 接下来 我们看看这个算法 是不是符合五个特点 不管重量小于等于一 还是大于一 都能在有限的步骤内 得到正确的快递费并输出 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符合有穷性 步骤二和步骤三 需要用到的重量 在步骤一中 由输入获得确切的值 步骤四中 需要输出的快递费 也在步骤二和步骤三中 计算得到了确切值 符合确定性 在这个算法步骤中 小于等于 大于 加 减 乘以等 都能被计算机理解和执行 符合可行性 这个算法 在执行时 要从外界获得数据 因此 有输入步骤 符合有零个或多个数据输入 不论哪种计费规则 通过步骤四输出快递费 告诉外界问题求解的结果 符合至少有一个数据输出 在快递费问题中 我们从分析问题到设计算法 设计出了符合五个特点的正确算法 希望同学们在今后设计算法时 也要多分析 多考虑 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知道了算法是在有限的步骤内 求解某一问题所使用的 具有精确定义的一系列操作 了解了算法的五个特点及其含义 课后给大家留有思考题 希望同学们积极思考与讨论 同学们 通过今天的课程 大家对如何设计出正确的算法 有了初步的了解 老师给同学们留了思考题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地思考和讨论 我们借助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为了让计算机能高速准确地得出 所求问题的结果 算法需要经过不断的设计 不断的修改完善和优化 希望同学们能在算法学习中 养成严谨细致的习惯 算法是对问题解决过程的清晰描述 下节课我们将讨论 如何使用恰当的方式来描述算法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您的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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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